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明天台湾受偏南风影响,各地高温都会再上升,北部东半部大约28、29度,中南部更可达31度,明天台湾各地及汉外岛都为多云道晴,只有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雨。 气象局指出,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,气温还是稍有凉异,各地低温约在16到22度,不过白天受偏南风影响,各地高温还会再上升,明天北部地区气温约17到29度,中部地区约19到31度,南部地区约22到31度,东部地区气温约19到29度,外岛地区则是11到26度。 明天各地日夜温差都较大,找出晚归的民众区多注意。 明天台湾各地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、外岛多市多云道晴天气,只有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,不过明天西半部地区和金门、马祖容易有局部物或低云,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天北部、九苗、中部、云霞南和高平地区属于橘色提醒,对敏感族群不健康,其他地区则是普通到良好等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